前两天发生在灵山的惨剧《两名旅友不幸遇难》令人非常的痛心 痛定思痛如何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2012年12月25日 两名灵山遇难旅友告别仪式分别在北京和张家界举行 再过两天就是遇难旅友小马30岁的生日 然而他只能带着亲友的祝福 把青春永远地定格在29岁 21日小马在微博中写道 太阳照常升起 如今微博的页面上燃起红色的小蜡烛 太阳照常升起 他却永远离开了 12月22日 参加天行队组织登顶灵山活动的 小马和队友无碍迷路被困 23日12时26分 两人都被发现 但都已不幸遇难 我们都知道您是这次事件的亲历者 当时您上山参加了搜救 当时您搜救的这个过程是什么状态 当时现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上上条件太恶劣了 我们的当时出动的救援队员 我们这边出动了四个人 我们这个小分队四个人的话 都受伤了 都冻伤了 因为它急速冻 那温度一下太低了 虽然我们做了一定的恍惚 事件发生后 质疑和批评的炮火 集中在天行队领队轩儿 以及召集旅友参与天行队 灵山登顶行动的绿野网站 领队轩儿在绿野发帖 说听到噩耗 爆头痛哭 对罹难者的意外离世很悲痛 真诚的道歉 但真的做不了更多了 而绿野户外网则表示 网站和领队没有关系 旅友遇难一事 网站没有任何责任 近年来 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 旅友被困 甚至遇难的事件频频发生 2011年4月 30多名学生被困房山区茅尔山 北京警方出动警用直升机 历经13小时 将30多名被困者全部救出 2012年5月15日 一男子在攀登 跟北京八大处公园虎头山时 滑倒受伤 与外界失去联系 达三天之久 2012年7月14日 新疆21名旅友近山遭遇山洪 一人落水遇难 旅友一词 源自网络 是对喜爱户外运动 喜爱自助旅行爱好者的通称 户外运动作为体验大自然的项目 理应是人间美事 但是悲剧却频频上演 原因何在 记者在一家搜索网站 输入户外旅友俱乐部几个字 结果显示有四百多万条 这些俱乐部跟旅友是什么关系 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我不知道这些 我们这些旅友们 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集合在一起 有俱乐部组织 还有就是那个 像网上的 就是网上发帖 发帖 然后大家报名 有AA制的 也有那个 收部分 也收一些部分的 领队的费用的 这种的 就是接近于俱乐部 限制的那种 就是像那个旅行社一样的 接近于 不能够 不能说是像 还有的就是 就是像QQ群啊 就是这个 几个直接约办 记者了解到 现在的户外旅友俱乐部 大多都是自愿参加 费用AA制 每次活动 都有组织者 也就是领队 提前发帖 召集旅友 组织者一般会在帖子里 说明项目路线 很多人在报名参加的时候 对于资深的体能预估不足 对户外运动 应该掌握的技能 也是一无所知 比如说 网上报名的 他 他列的计划出来的时候 他肯定会有那个 有一些 相当于 敏则条款的那种东西 他会写清楚 我要去哪 你准备要什么 你要带什么东西 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不能够具备什么疾变 这些东西 你还有就是 是去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可以回来 我们采用什么交通工具 在几点站 开始集合 预计什么时间回来 他会有这些 会写出来 然后你如果报名的话 就视为你 赞同了他这个 所有的条件 出发前 领队一般会 组织大家开一个行前会 告诉大家所需要的装备 以便参与者提前准备 但是一些领队 本身就不具备 相应的专业经验 也缺乏必要的救助知识 为了减轻负重 在凌山遇难的两位旅友登顶时 甚至没有随身携带装备 这件事情带给我们教训非常沉重 这领队在带队过程中碰到了这种暴风雪 这种恶劣天气 应该是整体撤退的 最后留下两个人去冲顶 而且还没有带随身的装备 这个本身就是犯了户外的大忌 冬季户外探险 绝非踏青郊游那么简单 在蓝天救援队的装备室 记者看到了队员们使用的装备包 这也是一个急救包 这里边配备的物品表权 像这个三角巾 还有绷带 这些物品 都会集中在一个包里边 这里边就包破的门类很多 现在要常说的 在登山里边 手电是必备的 就是任何时候 你白天去 手电也应该必备 为什么 这里边就是给自己预备 一个突发事件的一个照明 因为人是白天活动 对吧 如果夜间的话 你只能是摸 在山里摸的话 结果很简单 对吧 你对危险 是一点平民能力都没有 手电可以让你多一只眼睛 让你去看到更多 至少能让自己的 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 元旦春节小长假即将到来 召集户外探险的各种帖子 又多了起来 旅友们只有提高自身的安全意识 才能防范悲剧的再度发生 就是现在咱们旅友这个事件频发 就你给大家提一个什么请 出行有准备 想跟哪个队 看一看这个队的口碑怎么样 看一看他们以前发过的活动 然后你去到这个线路 你看一看天气预报 天气怎么样 然后这些准备好了 你的体能行不行啊 你本来你的体能 就是爬一个象山的体能 你去爬灵山去了 有很多事故 就是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 身体的准备 选择适合你身体的线路 然后就是装备的准备 记者天海燕张虎报道 对视频的线路 node